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多经上说 造的恶业猛烈 不经过四十九天 这个断气 那个神石就堕入地狱了 是造的业很猛烈 恶心猛烈 不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这是一般的 所以在死亡的人 在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时间内 他希望他的子女 或者父亲 六亲眷属 给他做点福业 或者给他念念经 请僧念念 拜拜颤 但是世间无知 我遇见很多办红白喜事的时候 甚至和尚给人家念经吃荤 坐席桌 那个栽桌 摆席桌 红白喜事 摆席桌 杀猪宰羊都如是 那有善知识 制止说不可以杀生 都做素洗 做素洗就很好了 那就没有造这个业 特别是杀生业 杀暴 这个大家应当劝我们的亲友 社会上不要做红白喜事 包习桌 现在遇到红白喜事 在自己家里做很少 都到饭庄 去酒店去做 特别杀小生物 鸭 鱼 生命无量的 咱们过去是杀猪宰羊 杀猪宰羊 那个大动物命还是有限的 特别是鱼鳖虾蟹 飞禽走兽 看社会上那业 就如是 过了适日之后 随业受报 把这七七四十九天过了 那你造什么业定案了 受什么果报 这一定了案 千百岁 就是千百万年 没有解脱的时候 若是犯了五五奸罪 躲大地狱 那就千万亿劫了 时间就不知道 永远受苦 世间的人看似聪明的不少 但是对因果法则认识清楚的人并不多 因果法则的运行并不以信不信为基础 它是自然规律 恶果成熟时 所感受的痛苦 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轻轻松松 就像芝麻大小的树种 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一样 杀害一个众生的果报 后世转据 是要为此偿还五百次生命 这在佛经中有更详细的开示 点杀是否为杀生 大家认为怎样是一个完整的杀生行为 完整的杀生行为具备四个因素 行为的对象 行为的意图 行为的本身和行为的完成 也就是说 清楚地知道所杀的对象 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然后产生了想夺取他生命的意图 接着亲自或者命令他人去杀 最后是到达了夺取生命的目的 这四个条件都具备 就是一个完整的杀业 比如说 去餐厅里吃点点杀 心里明确地知道对象是一条活鱼 并产生了想杀掉他吃肉的念头 这是已经具备了完整杀业行为中的前两条 接着 你付了钱 主妇厨师杀了这条鱼 最后 鱼被杀死 成为你的盘中餐 这时 完整杀业的行为就具足了 如果四个条件中的某几个不具备 比如 只有想杀的对象和想杀的念头 但是没有产生实际的行动 其结果也没有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这虽然也有过失 但不会承受完整杀生的果报 或者并没有具体的杀害对象和杀的念头 但无意中 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其他众生 夺取了对方的生命 这样的行为也是杀生 但比完整杀生的果报要轻 婚宴所造的恶业 我在汉地经常看见大家逢年过节 用杀鸡载鱼来庆祝节日 这其实并不是很明智的庆祝方式 我们短暂的快乐 不必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 有一次 我有机会路过 并目睹了一场盛大婚礼的宴请现场 在那些装饰得很漂亮的餐桌上 一条条鱼张着嘴躺在盘子里 还有全成一团团的虾 和切成一块块的螃蟹 鸡鸭等 这貌似喜庆的一幕 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那些被屠宰的生命可怜 那一对新人更可怜 这一次婚宴所造的恶业 如果没有修行的成就 许多辈子都还不清 吃肉算杀生吗 很多人看不惯别人放生 一个重要原因 是让他们不能完全心安理得地吃肉 那么吃肉算杀生吗 请问肉字怎么写 门字框里两个人 一个是出头的人 一个是没有出头的人 我们现在做人了 鸡鸭 猪狗是没有出头 还没有做人的人 人们常说狗通人性 那狗躯壳里的神识 有没有人格化 狗身上的那个性像不像人 其实狗也有语言 情感 它的语言 情感 人格化 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因福报的关系 披了张狗皮 做了狗 就像穷人和富人 穷人是人 富人也是人 有钱人就是路边的提款机里 一插卡 钱就往外吐 提款机跟没钱人不相干而已 除此外 人都是一样的 没福报的生命投胎做了鸡狗 但它躯壳里的灵魂 跟人的灵魂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吃肉实际上是人吃人 即出头的人吃没出头的人 是披着人皮的人吃那个披着狗皮的人 吃素 我们也活得很好 为什么一定要吃肉呢 你吃肉就吃了一条生命啊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佛经里有一个名词叫做三净肉 即没有亲眼看见是为自己杀 没有听到是为自己杀 不怀疑是为自己杀 这样的肉叫三净肉 吃三净肉不算杀生 但吃三净肉的行为 会促进屠宰业的发展 间接制造更多的杀生 因而也是有果报的 蔬菜水果和动物的区别 有人说蔬菜水果也有生命的 佛教徒不忍心伤害动物的生命 难道就忍心伤害植物吗 的确 植物也是有生命代谢 植物与动物的不同 其实一个词就能说明白 那就是性命 动物即至佛教所说的众生 是指一条条性命 你可以说一颗菠菜也有生命 但你不会认为盘中那颗菠菜 是一条性命 不是吗 这其中的区别 你心里是明白的 这种区别也就是 有情众生和无情物的区别 佛陀对吃肉的果报和吃素的功德 都有非常清晰 只要是吃肉就会有果报 因此我们最好能吃素 暂时做不到吃素怎么办 如果因为身体工作等原因 暂时做不到吃素 至少也要尽量避免吃活鱼 活鸡 活虾等活物 非要吃肉的话 只吃三斤肉 否则一定不要吃 有的人习气重 每天都要吃肉 这样的人可以逐渐减少吃肉 比如先在每个月的菩萨节日吃素 然后在更长的期间内坚持吃素 慢慢形成素食的习惯 一步一步来 直到最后彻底断除吃肉 吃它一口肉 欠它万万千 我们祖先有言 一日吃斋 天下杀生 无我分 我们的电脑没有连接到杀生恶业的网里 吃它一口肉 欠它万万千 虽然吃的是一口肉 就连到杀生恶业的网里去了 世间最惨烈的事情 莫过于生命屠杀生命 一切灾难和利器都源于杀生 所以大家在红白喜事时 切记要杀绝杀生吃肉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